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月12号到16号之间的某一天 我们就能见到iPhone7的真机了 不过随后他又针对这一消息进行了澄清 消息是针对零售版设备的 并不是发布会 如果想要更多细节的话 要等到9月16号星期五了 不管怎么说呢 9月都会发布一大波苹果的新产品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从现在开始的一个多月里 不要购买苹果的任何产品 因为马上就会落伍了 最近和iPhone7总是一起出现的 还有三星的Galaxy Note7 尽管新机还没有发布 不过有关新机的各种内部消息 早已先于新机流出了 本次出现的就是来自于官方的内置的壁纸 一共有9张 分别率统一为2240乘以2240 这些壁纸被分为了两种风格 其中一种是几合体尖角加过度色背景的图案 另外一种则是不同色调堆叠在一起的S Pen手写笔 整体抽象风格看起来还比较养眼 是你喜欢的样子吗 欢迎来科技美学的微信当中下载 另外早在今年6月份 有关格力手机第二代要正式开卖的消息就出现了 不过小伙伴们一直没有发现到底从哪里才能买到真机 不过最近你能在格力官方商城当中找到它了 从整体的配置来看 格力二代的硬件素质还是不错的 骁龙820加安卓6.0 4G RAM加64G的ROM 全网通6英寸2K屏幕前后800万加1600万的像素的摄像头 并且拥有4000毫安时的大容量电池 重要的是还内置了格力定制的智能家具系统 也算是一个差异化的功能了 当然了 说了这么多 你最想知道的一定是这款手机到底卖多少钱 毕竟最便宜的骁龙820已经来到了1799元 看到这个定价 你有没有感觉这个估计也许可能应该大概这款手机不会太好卖吧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科技的新鲜资讯 请关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和全新的资讯100秒官方微博 我们会为你持续奉上